每日有新瓜 可糖 可不停 哈喽 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二又和大家见面了 前段时间露丝不是去米兰市庄州了吗 不知道远泽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 昨天露丝难得上演直播 不得不说露丝宝贝是真的可爱 不过这吃相怎么这么像远泽呀 真是干啥都有夫妻相啊 最近远泽也时不时分享自己的日常 说真的不管是风格还是构图都比以前强太多了 看看远泽以前拍的照片一言难尽 但是看看现在都会加风景照了 以前远泽吃是吃风景是风景 你就直接说吧这模仿的风格是谁的 还有这个小笼包加辣椒面真是不得了呀 为什么总是说远泽和露丝从头到脚都是绝配 看看这招双A造型 两人都被称为发亮王者 还有两人这逗逼属性 配字都快说烂了 两位请速速官宣 出道七年 陈卓元首次转型出演谍战剧了 8月23号电视连续剧 《安夜与黎明》官宣杀青 该剧杀青29天之后 《安夜与黎明》先导片终于来了 此次《安夜与黎明》先导片 把该剧的一些经典剧情都融缩在一起了 可以说单看这个先导片 就知道这个剧有多好看了 电视连续剧《安夜与黎明》先导片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腕云集 且都是演技派 聂远 刘安娜 王志文 倪大红 孙岩 王秀竹 冯冰 李孟南 田浩 王静松 温征荣 刘天佐 任正斌等等都是收视保障 特别是像王志文 倪大红 王静松 温征荣 都是实力派 电视连续剧《安夜与黎明》先导片中 无疑突出了陈哲远的戏份 第一个特写镜头就是陈哲远的 且在先导片中出镜率最高的也是陈哲远 因为陈哲远是电视连续剧《安夜与黎明》男一号 此次出演电视连续剧《安夜与黎明》对于陈哲远来说 无疑是自己演艺生涯的转折点 因为不仅仅自己是该剧的男一号 且像王志文 倪大红 王静松 温征荣 聂远 这样的演技派都和自己一起搭戏 可以说有了这些大咖的帮衬 也会让陈哲远更加出众 陈哲远将在剧中和各个大咖过招 河头藏不住我的反派男友 暗格里的秘密 细数陈哲远出道以来的作品 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他是偶像派的 因为陈哲远长相帅气 所以出演的校园青春偶像剧也是备受大家喜欢 但是和这些青春校园偶像剧不同的是 电视连续剧《安夜与黎明》 无疑是陈哲远的一个事业分水岭 因为电视连续剧《安夜与黎明》是一部谍战片 而出演谍战剧也是陈哲远的首秀 陈哲远也从偶像小生到主旋律新剧《男一号》的《华丽蜕》 在剧中陈哲远饰演男一号林少白 他和电源两人结为搭档连续破获了多个大案 彻底挫败了隐藏在暗处的敌特分子的阴谋 在办案过程中 陈哲远和聂远从摩擦不断到逐渐建立信任 直到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 起初对陈哲远饰演李赞这个角色是没什么太大兴趣的 因为陈哲远给我的印象就是虽然长得帅 但是有种跳脱的傻气的搞笑男 让他饰演李赞这样一个意识坚定 但是又过分心软的军人 总是有一种违和感 但是近期白色橄榄树的橄榄片一出来 立马就让我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虽然只是一个画面 但是那短短的场景却完全符合了 我当时看这部小说时的感觉 干净的画面 远处苍茫的山 有些暗淡的光影 微笑着的男女主 既有战争中的悲凉 但是男女主的微笑 未给这个场景增添了许多暖意和希望 当然最让我惊艳的是 陈哲远饰演的李赞的眼神 是那样温柔 平日饰演出来的偶像男主的气质完全没有了 军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 当然更让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所描述的 在战争之外 他也只是一个俊朗阳光的男孩 而这一点今也被他表现出来了 果然演神戏才是演技的点睛之笔 最初认识陈哲远是从一部校园剧 《安格里的秘密》认识他的 那时候的他还是娱乐圈中的新人 这部剧虽然口碑不错 但是毕竟受众面小 大家也只是当他是一个能演偶像机的小鲜肉而已 而今年他与赵露丝主演的小田剧偷偷藏不住 这部剧可以说是他俩都十分擅长的领域 赵露丝的小田妹形象本就深入人心 而且赵露丝也因为这两年的发展已经站稳小花一线 这部剧自是又小火了一把 虽然是小田剧 但是剧情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吐槽 剧情太过幼稚 但是不得不说 两个人在剧中的表现还是很显眼的 毕竟从外形上看得出来就已经足够养眼了 再加上陈真远饰演的段嘉许身上那该死的破碎感 确实很抓人 很难想象一个在大众面前一直嘻嘻哈哈 裂带一点搞笑属性的男星 演起情绪系会这么抓人 其他的剧情已经讲不太清了 但是那个大年夜孤独坐在车站 看着桑志送给他的红包 不自觉红了眼睛 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的情绪控制 那个深夜离开桑家 回头看向桑志的那个孤寂眼神 还有桑志在机场跟他坦白 他对他这么多年的喜欢 他那控制不住的心疼 当时我还感叹 我对他的认识真是浅薄了 但是这次的白色橄榄树 真是让我再次感受到了陈哲远的魅力 阿赞的温柔 阿赞的坚定 阿赞的脆弱 谁让那一眼就能全部看到 去掉精致的妆容 穿上利落的军装 还微微有点婴儿肥的脸 这一切柔合在一起 真的是从书中走了出来 真的很期待这部剧了 只是原著小说中 对战争的描述太残忍了 男主受到的折磨也太残忍了 虽然觉得原著的结局 虽然已经很好了 但还是希望阿赞和冉冉的结局 可以更美好一点 才能对得起 两个如此温柔又美好的人 在当下的影视圈 许多年轻演员因为一些突发事件 或不佳表现导致项目的投资谎调 使得人气小声和小花们频频翻车 然而如今最吸引资方注意的是 作品的播出评次 只要是不亚戏的年轻演员 都变得特别受欢迎 而陈哲远正是赶上了这波红利 他接连获得主角戏的邀约 这其中或许有些玄学进走的成分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的将陈哲远的成功 归纳为纯粹的玄学运势 他凭借扎实的演技和不俗的表现 为自己赢得了业内的认可 即使他的主角戏并未像某些演员一样火爆 引起全网热议 但他的每个角色都有着细腻刻画和出色的演技 这种专注和扎实的付出 使他在业内赢得了口碑 并逐渐积累了自己的粉丝群体 另外陈哲远的成功 也与他的选择的作品和塑造的角色有关 他善于挑选与自己形象相符合的剧本和角色 通过深入理解和演绎角色的内心世界 成功地将角色和观众产生共鸣 这种角色和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使得他的演出更具吸引力 同时陈哲远也十分注重项目的选取和投资方的背景 他选择参与的项目往往受到多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看重剧本的质量和潜力 另一方面则注意关注投资方的背景和资源 这种谨慎而务实的态度使得他能够避免一些风险较高的项目 保证自己在成功道路上更加稳定 陈哲远的蜕变与成长也是业内众多年轻演员可以借鉴的榜样 他不仅在演技上不断精进 还注重个人形象和塑造 以及市场价值的提升 他的成功证明了在娱乐圈取得突破 并非是纯粹的偶然 而是需要实力专注和谨慎的选择 作为观众 我们应该以客观公正的眼光 看待每位演员的付出和成就 并给予他们合理的评价和支持 最后期待陈哲远在《安逸与黎明》中的精彩表现 并希望他能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